房门也开了,这汉子向屋内喊道 姐,这贼已经被我抓住了 我被押进了堂屋,强烈的灯光让我一下子有些睁不开眼 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叫道 快说,你这几天夜里老在房外转悠,究竟想干什么 害得我回娘家专门叫了兄弟来守夜 就是要抓住你这个贼 我急忙声明,我不是贼,也从没来过这里 今夜是迷了路,才来这房前问路的 话刚说完,我的背上已挨了一圈 那汉子吼道 还想狡辩,赶快坦白交代 不然天亮后就把你送到乡上的派出所去 我已看清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正是我回西河镇的车上怀抱婴儿的那一位 她也仿佛认出了我这个铜车的乘客 你,是从外地到这里来的? 不,我是这坟山上的守木人 今夜寻木后,从后山下来迷了路 年轻女人后退了一步说 你叫大许,是不是? 这里的守木人我都知道 听见女人这样说,站在我旁边的汉子也后退了一步 我感觉到她的恐惧 这时,堂屋里的侧门开了 一个老太婆走了出来 她手里似乎捏着一个小东西 走近后,我才看见那是一根缝衣针 她用苍老的声音说 呃,守木人 好,让我看一看,你是人还是鬼 说完,她用冯一针在我手臂上狠狠一扎 我痛得叫了一声 年轻女人和她兄弟都凑了上来 一串鲜红的小血猪从扎针处冒了出来 她们都如释重负地嗷了一声 年轻女人叫她兄弟给我松了绑 然后抱歉地说 哎呀,山上的守木人都是鬼兮兮的 我们必须得试验一下 你们那里,那个叫叶子的女孩 去年在我这里借宿过一夜 我当时正怀着孕 后来孩子生下来就成天的苦 有人说这是叶子对我的影响 因为有人看见她在山坡上跌倒后 膝盖,皮都跌破了 可就是没有血流出来 老太婆止住了年轻女人的话 水燕,别跟她说那么多 让我来说一件事 老太婆转向我说 你回去和我 能不能给叶子说一下 让她将留在这里的鬼气收走 哎,只要我孙儿不这样哭 好好长大 我们全家都感谢她 就说去年让她在这里留宿 我们也是出于好意 她不该这样对我们呢 我疑惑地问 她怎么会来这里住宿 叫水燕的女人说 啊,那天有人下葬 来了很多车 可又一辆车坏了 到天黑也没修好 有几个人在你们那里住了下来 叶子便跑到我这里来 说是那边吵闹得很 她要安安静静 才睡得着觉的 我嗷了一声 但心里对这事儿 却一点也没想明白 我回到住处时 离天亮也不远 可天地间 在这一刻更加暗黑 我推开虚眼的院门 关在院子角落的一只公鸡 突然响亮地打起名来 这只大红公鸡 是周妈刚买回来的 说是院子里阴气太重 墙根一带生出了一些毛虫 让人看见起鸡皮疙瘩 院子里唯一带有活气的生灵 是那只黑猫 可是这猫 说不上是有洋气的动物 它蹲在那些 做墓碑的石料上 常常一蹲 就是好几个小时 动也不动 这是她靠前伏和守候 养成的习性 周妈是懂阴阳的人 她买了大红公鸡回来 院子里的洋气就上升了 我走进院子时 听见公鸡打名过后 还有舒适的憨声传来 这是我深感委屈 你们倒睡得好 我可是在坟山上 差点被鬼吃掉 我立即张开喉咙大叫 出事了 出事了 大家快起来啊 楼上楼下的灯都亮了 所有的人都来到了院子里 听我讲完坟山上的经历 除了哑巴一时还没搞懂外 其余的人都深感震惊 周妈立即端出一盆 他随时积蓄在那里的桃米水 让我赶紧用这水洗头洗脚 我虽然对着能驱邪驱鬼的水 半信半疑 但此刻我宁愿照办 在我洗脚的时候 叶子又追问道 你说 那鬼怪的眼珠突出来 有两个鸡蛋那么大 我肯定地点头说 嗯 我看得实实在在 周妈立即嗷了一声说 啊 我想起来了 昨天做完饭的时候呀 我一连敲开两个鸡蛋都是坏的 就随手扔在灶边 我转身 那只黑猫已经窜出来 将那两个坏鸡蛋给吃了 我一下子还没听懂周妈的意思 冯侍人说道 周妈 你是说那个鬼怪是黑猫变的 是不是 这太玄乎了吧 说完 冯侍人笑了起来 叶子也笑了 我的真实经历 让周妈一乱分析 似乎变得像儿戏一样了 我气恼地瞪了周妈一眼 她却喃喃地说 哟 你们年轻 懂什么呀 这只黑猫叶里啊 从来不在这院子里 到哪儿去了 你们知道吗 这天 我睡到上午十点才起床 用周妈的桃米水 洗头 洗脚 也许还真有作用 受了那样大的惊吓 我睡下后安稳得很 居然没做一个噩梦 起床 起床后下楼 太阳已经照亮了半个院子 黑猫翻着肚子在晒太阳 那只公鸡在墙根一带觅食 叶子正在堂屋里接电话 我听见她最后一句话时 好 好 就这样 人死不能负伤 选个好目的 也是对活人的安慰 见我进来 她放下电话说 你的气色不错吗 我不接她的话 而是说 看来你的业务能力 真是很强 对客户的话 也说得很好听 难怪让你做代理主管 唉 这主管呀 不好做 就说安排你晚上寻墓吧 才寻了一晚 就编造出鬼怪的事 来为难我 前几天 你进城办事 我一个人也在晚上寻过墓 什么事也没有的 叶子这样看待 让我犯急 后山下 住着一个叫水燕的女人 你知道吧 如果不是那鬼怪 一路追着我 我怎么会跑下后山去 本来 遇见水燕的事 并没想告诉叶子 而是想暗中观察她一段时间 可是 她认为我遇鬼 是编造的事 我只好将前后经过 河畔拖出 叶子听完我的讲述后 哈哈笑了 水燕一家 有我是鬼 是不是 那好 你现在就和我一起 去她家一趟 不然呢 她的孩子以后哭死了 我可担当不起 去就去 这是我观察了解叶子的好机会 我们一起出了院门 从山脚下的路 向水燕江而去 走到半城 一辆迎面而来的摩托车 在我们面前停下 开车的小伙子 跨下车说 叶子 去哪里呀 叶子含糊地说 去前面走走 小伙子拍了拍摩托的后座说 哎 我送你去吧 叶子说 罗二哥 不用了 没看见我和同事一路吗 说完 叶子便和我继续往前走 走了一段路 我回头看 那小伙子还站在原地望着我们 我对叶子说 那人好奇怪 还盯着我们 叶子说 不管他 这个罗二哥是什么人 是村长的儿子 办了个水泥预制建厂 想叫我去他厂里当会计 我没答应 哦 当会计好啊 为什么不去 我就喜欢守木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不合厂里的逻辑之中 必有秘密 快到水燕家时 沿途看见不少树上 贴有写着字的黄纸 我在一棵树前停下来 念着黄纸上的字 小儿夜哭 请君念读 若是不哭 谢君万福 我问叶子 这是什么意思 叶子说 这是农村的风俗 或者叫巫术 念的人多了 小儿就不会也哭了 来到水燕的房前时 她正在空地上串玉米棒子 准备把玉米挂到屋檐下 去晾晒 看见我们到来 她站起来对我说 怎么 你把叶子也叫来了 昨夜我兄弟把你当成了贼 那是误会 你们还要怎么样 你们不知道 我这房外到半夜 老有奇怪的声响 我们不得不防呀 是的 昨夜的事是误会 不过还有一个误会 今天得消除一下 水燕迷惑地问 嗯 什么误会啊 叶子说 阿婆在家吗 叫她拿一根缝衣针出来 老太婆出来了 手上果然拿着一根缝衣针 叶子接过这针 在自己的手臂上扎了一下 然后她抬起手臂 给水燕和老太婆细看 你们看 这鲜红的东西是什么 是血吧 鬼是没有血的 对吧 水燕和老太婆连连点头称事 水燕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没说过你是鬼 只是这一代 总有人对你们猜散疑似的 叶子对水燕说 别听那些胡说八道的 你丈夫在外面打工 你专心把孩子带好就是 孩子老哭啊 一定是身体不舒适 要看医生才行 叶子一边说 一边又掏出一个红包 塞给水燕 这孩子出生 我还没倒过喜 今天补上班 水燕推辞了一阵后 收下红包 很感谢地说 哎哟 谢谢你了 以后你那里来了人潮呢 只管来我家住宿就是啊 叶子的此番作为 让我思量了很久 它向外界也同时向我证明 它不是鬼魂 是否是要表明 我昨夜遇见的鬼 与它无关呢 其实我本没这样想 因为昨夜在暗黑中 我无法确定 那鬼怪是不是女人 但是当又一个夜幕降临 叶子依旧让我一个人寻目时 我开始怀疑上它了 将近半夜 我准备外出 可是电筒找不着 这才回想起昨夜的情形 一定是我在逃跑中 将电筒吊在后山了 好在今夜天上有星星 焚山上不怎么黑 我还是毅然走了出去 出门时 我故意将院门弄得很响 让叶子知道 我已出门去了 走出院门 走下长长的石阶 我并没上坟山 而是穿过门前 那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 在一棵大树后藏了起来 从这里可以望见院门和石阶 我想等叶子跟踪出来以后 看看它装扮成什么模样 我要跟在它的后面上坟山去 把它吓得半死 逼它说出事情的真相 天黑之前 我在这棵树后 放置了我的道具 用半人多高的茅草 扎成的一个圆罩 我将它从头上照下来 草叶间的缝隙 能让我看见外界 而别人看见我时 却是一个不见头和身 只用双脚走路的草人 这种模样的怪物 出现在叶半的坟山上 够恐怖吧 我的设计很完美 可是长长石阶上的院门 一直纹丝不动 没有人跟踪出来 我开始怀疑我的想法 如果昨夜的经历 不是叶子捣鬼 我的背上开始一阵阵发冷 我心有不甘 突然想到前山的一个山丘 站上那里 可以俯瞰到守木人的小楼 包括阁楼的窗户 和连接阁楼的平台 我决定上山丘看一看 如果叶子还在屋里 应该是亮着灯光的 它的习惯由来已久 爱在夜里看书 为了可能在半路上 与叶子相遇 我将茅草从头上照了下来 然后向坟山上走去 坟山上星光朦胧 一排排的墓碑 在星光下显现出来 比它们在漆黑中 更让人感到阴森 我走上了那座山丘 俯瞰小楼时 让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景象出现了 阁楼里亮着灯光 窗口还隐约有人影晃动 这说明 叶子跟踪我的想法 纯属我自己的杜撰 我想到了昨夜的鬼魂 两个眼球凸出来 吊死的人 据说眼球就是凸出来的 我突然想到了 阁楼里那个多年前 吊死的女孩 这时 分山深处突然传来 哇的一声 是一种夜鸟的叫声 那声音嘶哑而淒厉 我心里不禁抖了一下 这世上的生命形态各异 而且永不相通 我今夜那些儿戏式的思维 只能说明 我对天地万物的事 知之甚少 我双腿发颤地 从山丘上下来 赶快穿过坟地 回住地去 在坟间小道的转弯处 可怕的事发生了 我听见了沉重的憨声 仿佛有人在坟地里睡觉一样 其实 一切不是仿佛 因为我很快看见了 坟边躺着的一条人影 我恐惧地向后退 却被身后的一块墓碑扳倒了 那一刻 我看见了星空旋转 报社的白眉来了电话 可惜我没接到 叶子说 那人说是你表妹 我觉得不像 因为她既不说找你有什么事 也没叫你给她回电话 只是说 请转告她 我来过电话就行了 只是向她问个平安 我问叶子 为什么不叫我 叶子说 你不是说过 上午别叫你 要想多睡一会儿吗 这话是我对叶子说的 我的理直气壮 源于我夜里寻目 确实太辛苦 也太恐怖 这种安排 让我对叶子有气 我想征回我的权利 这就是上午睡觉 别来打扰我 白眉来电话 说明后山那个小鬼的母亲 已经与她联系上了 我得尽快与白眉通话才行 可是叶子坐在堂屋的电话旁 动也不动 我心里甘着急 但只能等待时机 老天助我 机会很快出现了 周妈的声音 突然从院门方向传来 叶子啊 外面有人找你 叶子应答了一声 立即走了出去 望见叶子出了院门 我立即拨通了白眉的手机 白眉说 那个叫袁燕杰的女人找到了 她是在报上 看见雪林起事后 跟我联系的 只是 她对有远房的亲戚 要找她这事 感到困惑 我说我是报社的 你亲戚委托我 要你的手机号 她说 没有手机 给我一个座机号 大雪 你赶快记下来吧 我拿出笔 在手心 飞快地记下了电话号码 在探头望了望院门 叶子还没出现 立即抓紧时间 和白眉说两句 那个姓袁的女人 什么职业 她是省城本地人 多年前的下岗女工 现在在一户人家做保姆 照顾两个八十高龄的老人 她说 打电话随时都能找到她 因为两个老人耳都不好 家里的电话响了 都是由她接听